HELLO 大家好 上一集有Carlos帶大家游覽里斯本市中心 今天由我,UN帶大家游覽市中心以外的地方 我們一起繼續講旅日記 經過了一輪漫長的旅程 我們終於到了今天第一個景點 歐芳華這個地方是里斯本最古老的地區 它的名字是來自阿拉伯文Ayama 意思是說浴室或噴泉 1755年的時候,里斯本發生了一次很嚴重的地震 但沒有摧毀阿花華這個地區 所以到今天依然保持著當時的特色 由狹窄的街道和小廣場構成像迷宮一樣 很漂亮的 這裡的樓梯和迷宮令我覺得好像人生一樣 生命中有很多時候都會出現迷惘和困難 不過只要我們堅持著自己的理想 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不怕辛苦和挑戰 就會到達我們想到的地方 嗯,這裡真是看風景的最佳地方 夠辛苦走上來也是值得的 其實歐芳華還有些隱世好東西 Follow me Alphama除了有美景之外 其實你還可以找一間餐廳一邊吃東西 一邊享受Fado Fado是典型的葡萄牙憂鬱音樂 今次走了這麼多樓梯,先吃東西吧 去歌 好 好 好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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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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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又是時候出發去下一個景點的時候 咦? 居然發現了一個市集 天生喜歡購物的我 又怎會錯過這個機會呢? 哇!這裡有很多東西看 有衣服、有首飾 有些二手東西 咦?還有一些好像故障一樣 看導演你平時說自己這麼有才華 我選了一對要玩獎勵你 其實我一直都對李斯本的一種交通工具情有獨鍾 就是我身後Eletico的電車 李斯本的電車起源於1872年 現在只剩下五條線 其中28號更加是李斯本的靈魂 如果你們想用一個舒服又特別的方法去遊覽李斯本 不妨坐下這種好像時光一點的老電車 感受不一樣的李斯本 來到葡萄牙家要吃最正宗的葡萄牙 那我一定要為大家推薦這間葡萄牙四店 Bush Day of the Lane 不說不知呢 它的配方是19世紀的時候由修律發明的 所以到今天已經超過170年歷史了 嘩!真的超多人排隊啊! 其實這裡每天都賣超過2萬個葡萄牙 學想完之後有多少人來這裡朝聖呢? 在這裡的葡萄牙可以加料 加什麼呢?就是玉桂和沙桶 走到焦焦地吃一點葡萄牙 我自己就喜歡吃部門比較多 因為這裡的皮不是鬚皮 葡萄牙在15世紀的時代 曾經有一段很輝煌的歷史 就是航海大發現 而Berling這個地方 在航海時代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很多航海家就是從這裡向世界出發的 就像Fast Good Gamma 它就是由這裡向世界出發 成為第一個從歐洲航海到印度的人 為日後葡萄牙的對外殖民擴張鋪路 在這裡我還可以感受到 當時壯觀的船隊和勇敢的葡萄牙人 準備出海的情況 葡萄牙國王一聲令下 所有的航海勇士就載著 家人和國民的思念和期盼 向未知的世界楊帆出海 兩天一夜的歷史本之旅 在這裡要和大家站過一段落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旅行團 希望有機會再和大家Travel in Portugal Ciao! Ciao!